介绍在立法院民进党立委管毕临擦带提出了很多篇的报纸文章 要证明郭冠英就是范兰青 一篇文章 美国枪声引号 台湾哭笑马赛克下的鬼岛 使用鬼岛这两个字 有一篇文章 抛在我们的新闻前辈姚卓奇先生的部落格老记的门缝之中 这篇文章开宗明义说这篇是郭才子学长的文章 开宗明义说这篇是郭才子学长的文章 最后刘延兰的第一个版主 版主下了一个标签 给他的评价是文字直地有声 他郭冠英先生事也 换句话说 姚卓奇老前辈 他的部落格老记的门缝 用马赛克下的鬼岛这篇文章贴出来 告诉我们直接证据 郭才子就是郭冠英 郭才子就是郭冠英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证据 也是郭大才子等于郭冠英的证据 那么郭大才子等于范兰青的证据 这个我们如果准备好的时候再给大家 郭才子就是郭冠英 郭冠英就是赵天吉 赵天吉就是范兰青 我们今天做了这么多的比对 最后剩下来的一个问题是 那么郭冠英说 好吧 范兰青写的这110篇文章里面 属于我写的纵然有 而且很多 而且写的很不堪 但是也不是全部是我认为说 提政如山认为范兰青就是郭冠英 他们也希望说郭冠英能够赶快坦承 之前的确曾经写过那些辱台的文章 以上的立法院追悉状况 现在把现场交给同类主播 好那么同一时间我们看到 郭冠英在今天听过人评会之后 在稍后会召开记者会 对外说明目前最新的情况